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不想变仇人 要保持这三种距离 一起来听 人这一生 谁会无条件对你好 相信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 是我们的父母 也是兄弟姐妹 但是这世上总有着例外 因为就算是亲人 也会有着矛盾与争吵 如果最终变成了仇人 就会失去这段缘分 那是非常可惜的 因此 高僧说 如果兄弟姐妹不想变成仇人 一定要保持这三种距离 一 树木分明 很多人对钱都有着明确的概念 觉得没有钱万万不能 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钱本身不过是买卖的媒介 但是放在不同的人手里 就有了不同的含义 人品正值三观正的人 可以驾驭金钱 反之则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经得起考验 钱会告诉我们 即使是亲情也不例外 自私的人 眼里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亲情对这样的人来说 不过是获取利益的载体 而自私是人类共有的属性 只有从一开始就给对方树立规矩 才会形成良好的金钱关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会对亲人 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 觉得对方是自己人 借给对方钱是对彼此关系的信任 他们不会主动催对方还钱 也不会要求对方写借据 靠的是对对方的信任 如果对方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 倒也不必担心 只是世事难料 每个人都有着遇到难处的时候 为了各自的利益 不打算还钱的大有人在 亲情也不例外 甚至对方还会以亲情 来拒绝还你钱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亲兄弟明算账 只有做到树木分明 才能避免亲情在利益面前崩溃 从一开始 兄弟姐妹间就要树立树木分明的规矩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 让对方养成懒惰和依赖的恶习 也保证了亲情的延续 在记忆里 亲人之间产生隔阂和嫌隙 大多是跟金钱来往有关系 大伯当年做生意亏了 借了我爸一笔钱 我爸当时看在亲兄弟的份上 就省了许多手续 只说等对方有了钱再还 我妈知道以后 说了我爸一顿 我爸不高兴 说亲兄弟别那么计较 又不是不还 殊不知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伯愣是一分钱没还 后来大伯再问我爸借钱 我爸拒绝了 大伯一听就翻脸了 说我爸小气 为当年那点小钱耿耿于怀 从此跟我家再无来往 事到如今 我爸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年错了 如果自己从一开始就跟大伯说清楚 写好借据和还款日期 对方也不会抱着侥幸的心理 来吃定亲情 兄弟之间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 钱可以帮助人 也可以毁掉一段关系 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时候 在关于钱这个问题上保持距离 才不会伤害亲情 每个人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作为兄弟姐妹更应互相体谅 而不是以亲情的名义 来要求对方没有原则和底线 来帮助自己 曾经有一位读者跟我说 他是家里的老大 一直很疼爱家里的弟弟妹妹 自己舍不得吃穿 也要先照顾好他们 但是后来自己成家了 花销大了 他想着 弟弟妹妹也已成年 就没有再给他们钱 没想到 不仅仅弟弟妹妹生他的气 连父母也说他长本事了 不认自家人了 自那以后 他跟弟弟妹妹们 就渐行渐远了 每当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心里都很难过 他不知道 为什么曾经那么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如今却像仇人一样 世人都说亲情可贵 殊不知 现实中总有那么一些人 任意地挥霍和消耗亲情 亲情在他们的眼里是本分 无论你为他们做了多少 都是理所当然的 一旦有一天 你无法再为他们做任何事 或者反过来 需要他们帮助了 对方就会翻脸不认人 这样的亲情 最让人心寒 那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就可以了 话虽如此 但毕竟血浓于水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人 但只有兄弟姐妹 跟自己有着一母的关系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 人到老了 总喜欢回忆过去的事和人 都想回到小时候 有爸妈爱护 有兄弟姐妹玩闹的日子 储存仇人 想起来难免唏嘘 任何良好的关系 都是有距离的 亲情也不例外 二 说话别太狠 也别太满 有这样一种人 他们面对外人 总是彬彬有礼 但是面对家人 总是针尖对脉盲 说着最狠的话 总把话说得太满 仿佛家人欠了自己 但是一遇到麻烦 他们往往第一时间 向家人求助 他们任性地挥霍亲情 从未想过 亲情也会被冷却 一旦亲情失去了温度 亲情也就快要被挥霍光 曾经有人说过 把亲情当作是存储 不断地投入和珍惜 亲情才能变得越来越丰满 才能回馈给我们想要的 然而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习惯性忽视亲情 但他们又处处挥霍亲情 他们把亲情当作了 发泄的对象 他们总是毫无顾忌地 对着家人说出最狠的话 不惜把退路堵死 他们吃定亲人 不会因此舍弃自己 然而 人心都是肉做的 即便是亲兄弟姐妹间 也需要学会正确的沟通方式 只有做到换位思考 才能感同身受 才能更好地感受到 亲情的难能可贵 这是一种增进亲情的表现 我的一个朋友 对家里的弟弟很好 但是弟弟总是对他说 最狠的话 这是让他觉得很难受 他时常说 如果不是亲弟弟 他真的不想跟他 再有任何瓜葛 最近一次两人吵架 弟弟甚至说 他这样的姐姐 没钱没本事 他宁愿没有 他这样的姐姐 这话真的伤到他了 也让彼此之间有了隔阂 他说 自己跟弟弟 已经快半年没有来往了 要知道 话语是最直接的沟通方式 但也最容易伤人 说出口很容易 但是一旦给对方造成伤口 是很难愈合的 亲人之间 除了跟父母的关系 其他的关系 都不过是情分 兄弟姐妹间的情分 也需要被呵护和珍惜 话别说得太狠 也别太满 看过一则广告 里面的大爷拿着手机 听着儿子快速地 给他介绍各种功能 从他的眼睛里 能看出他的茫然 但是儿子 仍然自顾自地说着 说完就自己刷手机了 大爷开口问他 他则不耐烦地说 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大爷说 我年纪大了 脑子慢 又忘了 你再教我一遍 儿子满脸不耐烦地教着 没过一会儿 大爷又问 他说 你怎么又忘了 这时 大爷没再说话 轻轻地把手机 装进了口袋 黯然地起身出门了 或许 你的不耐烦不是故意 或许你正在忙别的 但请你记住 对面的那个人 他是你的家人 是你最亲最爱的人 当你总是对他 表现出不耐烦的 语气和表情时 他会觉得手足无措 心里既自卑 又觉得羞耻 曾广贤文中写道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当我们在用以上 这些口气说话时 就像是把一根根 钉子钉在了 家人的心口上 长此以往 这个家哪还会有 你所期望的温暖和美好呢 如果你很爱你的家人 就要珍惜这个家 用那些吼叫 不耐烦 反问来和你家人说话 他们就会感觉到 你向他们泼来了一盆脏水 那种感受 任谁都无法接受的 请记得好好说话 和家人说话时 多一些耐心 掌握好尺度 更多一些爱 这个家才会越来越好 三 不过分干涉 对方的私事 在众多姐妹的家庭里 年长的哥哥或姐姐 总是需要帮着父母 照顾弟弟妹妹 从小养成的习惯 会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 弟弟妹妹的事 就是他们的事 不可否认 这是一个爱护弟妹的 哥哥或者姐姐 但是随着各自的长大 都有了各自的心事 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 对于自己的私事 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即便是亲兄弟姐妹 也会有所隐瞒 尤其是各自成家立业以后 兄弟姐妹间来往 应该保持距离 不要过分干涉 对方的私事 否则只会让对方 觉得不舒服 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嫌隙 小的时候 兄弟姐妹间 有什么事都可以互相说 但是长大了 各自的人际关系 都有了变化 甚至有了各自的新家庭 这个时候 再也不像小的时候 那样亲密无间 作为一个成年人 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 和家庭关系 才能快速地成长 和独当一面 作为兄弟姐妹 应该要有意识地 保持距离 不要过分地干涉 对方的私事 学会放手 对彼此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对方需要帮助 会主动求助 这时候 你再帮忙也未尝不可 反之 越是主动干涉 对方的私事 反而越是容易 引起对方的反感 总之 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谁会无条件地付出 因为爱是相互的 如果我们一直 向身边的亲人索取爱 这段缘分最终只会结束 而我们的生活 也会更加糟糕 以及急促不安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